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间 转过来之后 大门 漂亮啊 这一下三个进攻小组 吴磊右边路 拿球之后再看传中的效果 这次进攻当中吴磊展现出了自己进攻当中的表现 又是杰克洛佩斯 一点 德托马斯一蹭 吴磊二点接影 然后助攻给N828 这个球N828要打的角度再叼一点 可能对于门将来说就会更加的有威胁 吴磊 当时打完四十强赛回去的时候刚烫的头 又拿球面对你的防线 门前我打在了边往上 哎呦 这卡托雷拉倒在地上是没事吧 再看啊 分到左路之后 又是左边的转向下 是被对方的这个伏迪米尔给推倒了 你看这球 这船的都没有弧线 小球看前点 门前危险 危险 小心 哇 这个太危险了 外围再打一脚 远射 门卡约拉的远射拼了一些 虽然是很惊险 但是应该说西班牙人这个防守啊 不漏的能力也还可以 当出现了有可能会造成威胁射门的时候啊 重置成城啊 叫成的 后点顶到门前 还是冒顶了啊 虽然说没有行程射门 前锋出身 德托马斯扛住 好球 自己兜一脚 偏了一点点 终于啊 利用个人能力去赢得一次射门机会 这一下啊 有一个 呃 M828带走了对方 然后给中路 这个其实在欧洲杯上我们看到斯特林当时也有过类似于这样的战术 啊 有一个节奏的变化 嗯 但是这个 好球 佩德罗萨 选择直接下敌 速度起来了 传到门前 M828来到中间的正顶 只有16岁 他也是一个算是励志型的球员 看这乌磊刚刚在逼想之下把球给的非常的干净给出来 而且在防守中积极的参与啊 去帮助队友去分担防守的任务 乌磊看看 先把球可以空一空 然后看队友的位置 漂亮 好球 门前投球 哎呦 这个球啊 太可惜了 乌磊这个传球传的非常好 呃 如果这个球德托马斯不选择是愉悦冲顶 他就是拿脚去构射或铲射 嗯 巴尔科 又晃倒了 直接射一脚 高了一些 巴尔科的远射方式 左脚啊 这个球肯也没有兜回来 多次啊 在自己的半场出球出球 传前点危险 哦 哦 还好啊 高了一点点 经常是自己在半场的自己无谓的传球失误 马上场的小将哈林马尼利斯 嗯 哦 这下 大维多贝斯撞在力柱上了吧 百年主力呢 好球 这下迪马塔做的不错 N88的打门 打高了 太注重发力 没有注重角度啊 迪马塔还是被咱们奈活了呀 这下前场做的真好 嗯 嗯 主动要 嗯 而且一脚传的真挺好 你看N88 这球就是发蛮力 他今天这脚劲有点太大了 给一个轻的 大尔科 他今天没有跟上 卡斯雷拉调出来之后 中间 哎呦 还装着一个脚法 真是 还不如N88的这下 对 始终在带球啊 调整 但是这个球没有干扰的情况 打成这样啊 卡斯 通向那些 要打门 再扣回来 脚度小了 传门前 赢得一个脚球机会 在西乙的时候 他有过这样的 呃 但是在西甲这一扣只能是离球门越来越远 你别说这迪马塔好像经历了这一下 他这身体对抗 可以啊 比西乙真是有提高啊 嗯 明显对抗硬度上来了 这有点小魔兽的意思 哈哈 再给到的托马斯 可以再给什么而已 っていう 这个 特别是想得通 哦 不是 应该还是N828 哎呦 溢子不过去了 是打到了防述络员身上 嗯 嗯 佩德罗萨 你别说啊 这个 这个 隐身板 这个身体对抗啊 这几下突破 真是不错 现在看他打西甲的能力 这没问题 也攻不动 就那几班俯卧也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 主打班 回到74分钟 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最终西甲连赛第一轮 西班牙人重回西甲第一站 客场在上赛期西甲排名第11的奥萨松拉身上 拿到了宝贵的一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